沃尔沃终于也崩不住了 V90也降了 咱们今天来看看V90的2023款 Cross Country B5 AWD 至远版 现在多少可以落地 外的方面它就是一台旅行车 但是比一般的旅行车稍微高一点 车身比例比较完美 4米959的车长 1米903的车宽 1米543的车高 2米941的轴距 最小离机间隙为201毫米 从这些数据来看 你也不难发现 它就是一台跨界旅行车 最大优势就是空间非常充足 同时有着非常好的越野能力 外奥车内你会发现 沃尔沃V90这款车子 它的内饰相当的舒适与豪华 坐在车里就很像居家的感觉一样 配置方面不得不说 沃尔沃的车子 它的主被动安全配置非常齐全 重点是不分等级 像城市安全系统 LR级别辅助驾驶 全速与自适用巡航等都是标配 另外像电动后视镜 加热技翼 全车无要是进入 倒车影像 前后驻车雷达 自动驻车 全景大天窗 真皮座椅等都是有给照的 动力方面呢 该版本搭载的是一台2.0T四杆放动机 并且配有48伏轻混系统 比较匹配的是八档首次一条电汽箱 经营全XS区系统 发动机最大满力为250V 峰值引力为350公里 它的WLTC综合百动力油耗 仅为7.85升 这趟轻无键混合动力 不但省油质量也很可靠 目前V90的Cross Country B5 AWD支援版 在部分地区已经到了38个左右了 当然具体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准 如果你真的想要LCV的优点 但是LCV所有的缺点你都不要 V90应该很适合你